纵观国际新闻 证据确凿的黑豹分子进行撤控 所以我们感叹香港警队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一年多来不仅仅是警队自己在战斗 而且有时还要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 昨天纵报法官工人充当港独黑豹分子的保护伞 公然为黑豹分子脱罪的场景连续上演 六名黑豹分子成功脱罪 近乎于脱罪的极轻处罚 而这些纵报法官的理由 居然是黑豹分子是社会栋梁 行为不算太暴力的 挑战法律的底线 挑战良知的底线 现在咱们盘点一下这六名黑豹分子 所涉及的五起黑豹事件 再一次欣赏纵报法官的丑陋嘴脸 第一次殴打保安 组拆办公的战望女村长被判无罪 这个战望女村长是毕慧芬 23岁也算是鼎鼎大名了 因为在2016年时 他因参与望角暴动被监禁46个月 去年7月港独大暴乱期间 这个毕慧芬跑到马加烈医院 要求医院给他开具绝食证明 医院当然予以拒绝 遭到拒绝之后的毕慧芬 黑豹本性大发 直接就殴打医院女保安邝彦平 在警察到场之后 毕慧芬又狂妄地拒绝向警察出示证件 组拆办公 警方遂指控其袭击与组拆办公两项罪名 这时纵报法官林子晴的作用就出来了 在经过两天审讯后 直接判定毕慧芬所有罪名均不成立 理由呢 这个纵报法官林子晴判处无罪的理由是 被告毕慧芬有轻度智障 所以无论是袭击还是阻挠警察 都不是出于本意 而就在7月2日开庭时 这个毕慧芬在吸酒人出庭时 故意挑战刚刚生效的香港国安法 在法庭上高声大喊港独口号 公然辱骂香港警察 去年8月13日 在香港机场围堵 私刑内地记者傅国豪的 就有这个女黑豹毕慧芬 这么一个极其凶残的极端港独黑豹女 哪一点现实是智障了 难道仅仅因为她过凶残就变成了智障 纵报法官为了保护黑豹分子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第二起 纵报法官称推警察不是攻击袭警 男女全部无罪释放 去年9月1日 正处于港独大暴乱最为严重的时候 卢锦林和栗尚俊一男一女两名黑豹 在港铁大卫站A出口分别袭击警员A和B 昨天在沙田法院梳理主任裁判官 温少平公然充当黑豹分子的保护伞 当庭判处两名袭警的黑豹分子无罪 而理由极其无耻 两名警察非诚实可靠 案发地点并非示威现场 假如警员更冷静处理便可避免冲突 不但为黑豹分子脱罪 还给被袭警的警察扣上不诚实可靠的罪名 之前这个纵暴法官温少平 已经数次为黑豹分子脱罪 第三起18岁黑豹分子纵火 仅判社会服务令 在今年的2月29日 即港独势力所谓8.31太子事件 半周年晚上 18岁的黑豹分子装通用雨伞纵火时被抓现行 纵暴法官张天燕紧紧判处这名黑豹分子18个月社会服务令 而理由是黑豹分子一向表现良好 仍需要为母亲料理生活并上学 至于黑豹分子所损坏的公共设施 都被这个纵暴法官以被告生活困难而判处不用赔偿 看到没 这纵暴法官对黑豹分子是百般的呵护啊 第四起 第五起 去年港独大暴乱的11月3日 两名黑豹分子 20岁的傅月天和24岁的张台山 分别因为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 及管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做非法用途的工具罪 在九龙城法院再讯 又是纵暴法官张天燕直接裁决撤销控罪 两黑豹分子仅仅自签500元 守行为12个月 除了以上五起黑豹案件 六名黑豹分子被纵暴法官直接脱罪之外 近日还有一起黑豹案件更让人愤怒 这就是一名黑豹分子向香港纪律部队宿舍 颇腐蚀性液体 可是纵暴法官却仅仅判处黑豹分子罚款200元 对此退休裁判员黄汝荣质疑 大家都知道违反宪居令都要罚2000元 这些向纪律部队挑衅的行为就简单判罚200元怎么能解释 怎能服众 他更是直接指香港司法制度或已病入高峰 香港的司法机构烂得如此严重 黄汝荣无奈地指出 香港法官85%都是黄的 如果靠香港现行制度下去的 律政司去检控 现有的法官去审理 香港国安法就一定被架空 当然香港法官中也是有正义的法官存在的 今年1月初 香港一名15岁的少年在街头投掷两枚汽油袋 却被法官称赞是优秀的小孩 只判处他18个月的感化令 该名15岁的少年于今年1月初 在元朗街头投掷两枚汽油袋 并被搜出持有打火机碎布手套剪刀等 他此前承认纵火即持有物品意图摧毁 或损坏财产两宗罪 在裁判法院被感化令18个月 原审法官水嘉丽在判刑时 还称赞他是优秀的小孩 欣赏他小小年纪 以主动及乐意帮助香港 但单靠满腔热忱是行不通的 劝诫被告要学会分辨哪些事不能做 这引发了香港市民的强烈不满 认为法官对社会大众有责任 必须公平公正 无拘无私的审理案件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随后提出复合 认为判刑明显过清 首席法官潘兆 出今天改判该多少年进入劳教中心 两项控罪同期执行 据劳教中心是代替监禁其中一种刑罚 14至20岁的犯人最少会被激留一个月 最多则被激留6个月 但我们要清楚的是 不仅有这些纵报法官 更严重的是居然在港府内部负责案件检控的律政司内部 也有大量的纵报 一个在律政司刑事检控总务室任律政书记的纵报 从今年年初开始就不断在其个人社交网络转发抹黑警察的假消息 更公然抹黑警队不断发表仇警及反政府言论 还有一个派驻在东区法院的检控官黄华芬 设立用内部电邮煽动黑豹 更严重的是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内部的纵报检控官问题 自去年爆发港独黑豹大暴乱之后 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为处理涉黑豹案件成立了特别职务组 以专职处理 可是由于些涉黑豹的案件明明证据确凿 却居然被检控人员决定撤控 一再刻意放声黑豹 还有一些涉黑豹的案件 证据本来还没有达到七至八成的定罪标准时 检查人员却反常的决定去码 结果就让纵报法官很简单 用宁总无望原则直接给黑豹分子脱罪 目前撤控的涉黑豹案件已经超过190例 港府律政司刑事检控人员能出这么多怪事 其实与其检控专员梁卓然有直接关系 去年律政司刑事检控科的一名检控官翁达阳 专门出书教港独黑豹分子如何进行黑豹犯罪 却能在法庭脱罪 这本书也就成了港独黑豹分子的脱罪指南 律政司的检控官检控专员 本来是负责给警方就被捕疑犯 应否提出检控的法律意见的政府官员 结果这可好 这些检控官一边给警方下达意见 一边又教那些港独黑豹分子如何犯罪如何脱罪 再加上纵报法官为数众多 检控官和法官理应外合 也就怪不得 涉港独黑豹的案子 大多数都在上演警察抓法官戏 更神奇的是这样的一本黑豹脱罪指南的书 身为港府律政司刑事检控科的一哥 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居然还专门给出了书批准 这种人掌控律政司刑事检控大权 加上近85%的纵报法官不用动脑子 就知道为什么港独黑豹 为什么敢如此嚣张地打砸抢烧私行了 因为他们在政府法院那里有人罩着 昨天大律师立法会议员荣海恩就公开表示了 对律政司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还特别点出近期黎智英设刑恐东方日报记者议案 在人证物证拒在表证成立的情况下 被法官公然放声 而律政司却不作为 已经有议员要求设立监察机制 如设立监察司法委员会 即量刑委员会来指引法官量刑标准 不要再放纵动报法官 充当港独黑豹分子的保护伞 事实证明若想清除港独 就一定要先清除香港司法系统内部的 纵暴与港独分子 一定要将设黑豹国安事件 交给爱国爱港的检控官法官 正如退休法官黄汝荣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仅仅依靠现行的这些检控官法官 香港国安一定会被变成废治 更多资讯敬请关注晚些时候的新观察 我们下期再见